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 首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 在耶路撒冷座王 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语录 传道者说 空虚空虚 人生空虚 一切都是空虚 人在太阳底下终身操作劳碌 究竟有什么益处 一带过去一带又来 世界老是一样 太阳上升太阳效成 匆匆地赶回原处 再从那里出来 风向南吹右转向北 不断地旋转循环不已 江河流入大海 海却不满不易 水归回发源之处 有川流不息 万事令人厌倦 无法尽数 眼看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 做过的事还要再做 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 有哪一件事仍能说 看吧 这是新的 不可能 在我们出生以前早已经有了 往昔的事没有人追念 今后发生的事也没有人记住 旧约圣经有三本 经卷被归类为智慧文学 传道书是其中的一本 传道书一章二节说到 空虚空虚 人生空虚 一切都是空虚 这在第十二章结束时 也再次出现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这中间夹杂的 传道者生命过程中 辛酸苦辣的经验 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叹吗 有时候在我们很疲倦 没有动力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种空虚无理感 也可能在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付出努力了一段时间 但是仍然看不到进展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感受 又或者 当我们面对疾病突然的来临 或是看见他人的生命骤势 也会带给我们有这种的想法 所以传道书是一本 与我们很贴近 息息相关的书卷 他在探讨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或是说 他是一部在探讨生命哲学的书 接着第三节说 人在太阳底下终身操作劳碌 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太阳底下这个词在整本传道书 一共出现29次 所谓太阳底下 表示着人生存的一个范围 另外太阳底下也表示着没有隐藏的地方 意涵着上帝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没有人能逃避他的审判 然后第四节到第八节 描述着生活日子 以及大自然周而复时的循环 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这真的很真实 有时候我们也常从孩子的口中听见 他们说 好无聊哦 好无聊哦 或是上班族有时候也在固定的工作里 也会觉得疲倦枯燥 失去了动力 成就感 或是工作的意义 但是就是在这规律的运转中 感到疲倦的枯燥时 正是我们停下脚步 寻找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 我们抬头仰望 创造这位宇宙可以规律运转的上帝 思想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生命在上帝的眼中 他的心意又是什么 相信我们会跨越那 我们看不见进展的无力感 我们也会借着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拾起生活的喜乐 生命的意义 开始踏起掌握时间的步伐 不让生命虚度 人在太阳下终生操作劳碌 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这句话不是一个消极黑暗的结尾 它是一个问句 也就是当我们感觉在漩涡里打转的时候 以后我们要抬头仰望 使人生命更新的上帝 我们会体验到这其中的益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